嗨,我是猫儿,今天带来的电影是超时空传输 男子制造出一台无限能源机,却不知道机器获取能源的方式如此害人 男主小雷是一个科学家,盗去了超级财团托洛斯一大笔钱后 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无限能源机逃顿 却坑了自己的女友汉娜,使鸡被抓走饱受折磨 所以逃出来后的女主加入了革命军,并带着队友要去抢劫小雷一大笔钱 其实也是想再见男友一面 他先以小雷女友的身份进行裁电,让队友随后冲进来绑架两人 他问出资金所在,可惜一个队友不小心触碰到了无限能源机 导致自己被电死,而几人也陷入了无限循环中 一开始只有男主小雷塑紧了记忆,并在一次次的死亡中找到了循环的原因 无限能源机上有一组电池,他利用电池发电,而电池耗尽后又会自动进行充电 但神奇的是,它能无限功能而毫无损耗 现在才知道能源机会在电池耗完能源后,重置电池的时间使其回到满电的时间点 这样的黑科技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在第三次循环时,小雷得知了汉娜的真正身份 所以第四次循环时电倒了汉娜 却在争吵中得知,对方因为自己而遭受的非人折磨 两人平时前线,但汉娜还是决心为革命而战 争执中汉娜不小心射杀了小雷 第五次循环,汉娜也苏醒了上个循环的记忆 男主检查电脑时,因为电脑接通的是能源机的主板 所以能清晰的查到五次循环的记录 时间都是从6点11分到9点25分 正好是电池用尽重启的时间 也就是说,每到9点25分,无论他们死活都会进入下一个循环 女主虽然有点懵圈,但也只能相信小雷说的话 可惜马上队友中的叛徒桑尼投枪杀光了他们 唯独留下男主,因为桑尼是托罗斯派到革命军的卧底 现在要带小雷回去交差 由于男主不配合,直接一枪干掉了男主 第六次循环,男女主合理打倒了桑尼 却被另一名不知情的队友射杀 第七次循环,桑尼也苏醒了记忆 率先杀死了其他两名队友,还警惑了汉娜 小雷在反抗中主动触电死去 第八次循环,小雷和汉娜利用毒气弹堵死了桑尼 终于刷出了一个完美的存档 男主准备关闭无限能源机,打包带走 女主却不幸触电而亡 小雷心已一万头羊驼飘过 但还是无奈等待时间重启 第九次循环,两人再次落入桑尼之手 其他队友也被桑尼杀害 男主趁桑尼关掉无限能源机后 所有灯光熄灭的一瞬,把女主逃了出去 他们在屋外发现原来时间循环是有边界的 时间一到,圈内就会进行循环 光着外面因为托伦斯发动了战争而满目疮痍的城市 两人决定不能让对方拿到无限能源机这个战略设备 于是回身和女主一起杀死了桑尼 然后重启无限能源机,本来只是想先把原始数据下载下来 却无意中发现了可怕的真枪 原来电脑中的循环一个序列只有九次 可是经历过的序列还有不知多少个 也就是说小雷他们实际上已经循环几千几万次了 他们还发现了一个视频 赫然就是上一个序列的自己留下了警告 可惜因为外面的时间没有重启 所以现在托洛斯财团的军队找到了这里 男主也在慌忙留言给下个序列的自己后被杀 但是下一个序列中,女主突然从床上惊醒 四空循环发生了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其实我的推测是 每到第九个循环结束时 能源机都会重启 也就使得这个序列断掉开启下一个序列 而这时时间循环的地点已经不限于圈内了 而是会重启整个地球的时间线 因为每个序列最后托洛斯的军队都会杀到 而序列重启后 对方又要等到第九次循环时才能抵达 所以说小循环只能影响圈内时间 而买一个序列的重启会影响整个世界 妈妈咪呀 我已经循环的眼眸惊心了 要真有这样的机器 就让我一直循环在小时候吧 爸妈不会变了 我们永远成真 每天笑叶如花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一天